各位麦子学院的同学,大家好 从这一节开始,我们将进入事例详解部分 在事例详解部分,我们会针对每一个扩展点提供一个具有一定功能的demo 通过demo的编写,我们将会深入扩展开发的一些细节部分 我们第一个扩展点提供的demo是完成一个类似于之前在iPhone Store上架的一个叫做Launcher这么一个扩展 它可以在Toddly里面非常快速地打开一些其他的APP 在进行开发之前,我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新的部分 是叫Floomwork 我们把之前我们所依赖的一些第三方的动态库,我们提前编译好了两个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打开Xcode,新建一个项目 然后项目的名字叫做extension.lay 接着我们再增加一个扩展 扩展的名字叫做toddly 当我们增加这个扩展之后,在项目当中多余了三个文件 其中第一个文件是一个跟咱们平时写iPhone Store开发的iOS开发的时候非常一模一样的UiViewController 接着是一个故事版 这个故事版是一个简单的HoloWorld 另外针对这一个扩展,它提供了一个描述文件 其中在一个描述文件当中 提到了一个叫做这个扩展所显示的名字 因为根据我们的提供的是一个启动器 那么我可以把它改成一个中文叫做启动器 OK 另外我们现在可以先把这个扩展运行起来看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我们再接着看我们的代码 现在我们编译一下 OK 我们现在运行它 先注意一下 当我们运行的时候和我们其他开发 当APP运行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点击运行 当我们点击运行的时候 它要选择另外一个APP来启动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需要选择一个其他的APP 作为我们扩展所运行的host的APP 然后现在我们因为我们开发的是tellate y7的扩展 那么我们选择的tellate这个APP 现在点击运行 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现在效果已经出来了 它它这有一个名字叫做启动器 是我们刚才所改的 另外一个 这就是我们故事版所运行的结果 然后 接下来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代码部分 在代码部分 这是多出来了一个NCYG的Providing NC的意思就是Lodification Center 就是通知中心的意思 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 在这个协议当中有两个可选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一个我们的YG的更新的一个 这么一个回调 它什么时候更新我们的YG 什么时候不更新 它这都有处理 另外一个地方 它这主要是一个跟UI有关的东西 它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Hello World 并没有它所占据的整个UI 并没有完全的对其他的最左边 它这流域有一部分的空隙 这个叫做Mogging 所以在第二的一个函数 主要是控制周围四个方向的Mogging 它的值 然后现在我们 我们把我们之前所编译的动态库增加进来 OK 接着我们在扩展部分同样也等 把它链接一下 好 现在我们打开我们扩展的代码部分 我们先引入这两个框架 引入另外一个UI框架 OK 编译一遍 好 引入框架是OK的 然后接着我们来写UI部分 现在为了方便 我们可以直接将我们的故事版上的Hello World 删除掉 然后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进行UI的编写 这个地方主要是作为我们自己UI的一个容器 整体的容器 首先我们添加一个TableVU UiTableVU 然后一些样式的设计 就是我们的Share里面是一个下滑线的风格 另外一个设设设计 另外我们设计它的一个数据的源 数据源 然后再设计它的一个Dentigate 同样是它OK OK 然后接着我们会将这个TableVU增加进去 container El Share里面是一个 byu 然后Table 我们这个地方呢使用一个TableVU 我们这个地方呢使用一个TableVU 然后现在我们增加进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 现在我们要控制我们的tableview的位置 具体位置 那么tableview.smpmade OK 它的中心部分 等于container 中心部分 然后它四周的位置 也是等于container 也是等于它OK 现在搞定 这儿出现了两个警告 是因为我们的 它的viewcontroller 并没有实现这两个协议 我们增加它 然后另外再增加另外一个 搞定 然后现在我们来实现它 我们第一个实现一个数据服务卡 哦对了 在并且这个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注意到一个数据 就是如果我们要 如果我们要启动第三方APP的时候 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第三方APP的一些URL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收集好了一些一部分 然后我直接把它粘贴过来 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找到更多的相关信息 也可以在搜索 也可以在互联网上通过Google搜索 我们为了节约时间 我提前把这儿复制过来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数据部分 OK OK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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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View Share OK TableView UID UID TableView Share ID 提前写一个 这一个是CLID 然后我们修改它的text enable 所以我们为了更加明显 我们可以将它的text 可以将它的颜色稍微改一下 改成一个绿色的 现在股票跌得这么厉害 它改成一个红色的 然后可以返回它了 然后接着是另外一部分 是denigate 我们要实现一个功能 就是当用户点击 点击某一个share的时候 就会直接跳到另外一个第三方的APP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先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我们选择了哪一个 现在这个地方需要完成就是完成的功能是打开 其他的APP 然后因为这里设计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暂且不写它 我们这儿出现了一个错误 OK 然后编译一下它在这儿出现了一个错误 根据提示 然后通过这种方法的话 我们必须在前面使用它的时候 我们把某一个类注册进去 制服创 这个地方是 制服创 制服创 或者是 或者是 或者NIP的名字 然后现在基本上已经编写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再次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效果 哎 这提示了一个无法载注 什么原因呢 哦 我想起来了 大家有没有 这个 还记不记得 我们如果 启动器在这个地方的 高度 是怎么确定的 大家 大家想一下 大家想一下 它的高度 是不是我们必须手动去确认它的高度呢 哎 那么在什么地方确认它的高度呢 它的高度 当然是跟我们的 Ditor它的大厦有关系 我选择在这个地方去修改它的高度 修改 YG的高度 然后 它的一个变量是这一个 UI C CG Size Make 因为它的宽度是没有效果的 设置的也无所谓 所以我们先在这儿 因为Share的某程高度42 所以我们再生上一个 Andeters InCount 然后 这儿还是有错 还是有错 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数据类型了 CG Float OK OK 这儿已经没有了 Set up 然后再运行一下 哎 现在已经出来了 在我们的启动器上面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 UITableVU 然后下面出现了一些名字 先编写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点击它 点击它现在是没有效果的 点击它之后 我们可能是在这一个地方 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打开其他的APP 然后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URL Nsurl OK Nsurl Stream 那么就是DT 然后建立了一个URL 接着我们 接着我们 打开